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 国区的如实传说将会在9月25日回归 届时应该会跟圣地历险记的迷你包一起上线 这次的回归还有非常有诚意的补偿方案 2023年错过的卡牌全部白送 而且包括金卡 只要在9月25日登陆如实传说 所有国服玩家包括新注册玩家 即可免费获证独让年标准模式错过的所有普通和金色卡牌 共计2154张卡牌 包括全部97张金色传说 具体的版本包括 独狼年的三个版本传奇音乐节 泰坦诸神和决战荒芜之地的资料片 以及对应的迷你包 还有一个重返纳克萨马斯的迷你系列 最新的威之班工坊和圣地历险记没有送权卡 只有送卡包 让我觉得要送就送权 起码把威之班的工坊也送了 毕竟都是上个版本了 这样不是更好吗 另外这些送的卡包如果分解 只有一个奥数之城 意思就是只能给你玩 不能让你分解投资别的卡 另外 国服回归当天 参加专属回归活动完成任务即可获取 威之班的工坊卡牌包40包 圣地历险记卡牌包20包 天空石母艾维奈一化传说卡牌 凯琳宁谋英雄皮肤 莉莉安 星恩酒馆调酒师 也就是新版本和上一个版本 还是要花钱课金就对了 除了送卡牌包以外 还可以使用借用套牌 这些借用套牌不是新手的那六套 而是十一选一 也就是每个职业都有一套符合当前环境的套牌 一周时间免费试用 然后选一套免费获得 对于威之班和圣地历险记卡不多的小伙伴 应该是最实用 可以快速进入到最新版本的方式了 另外还有国服专属通行证 可以获得英廷服错过的免费及付费收藏品 大致上这次的补偿就是这些 所以小伙伴们觉得这次回归的补偿满意吗 会让你回到国服继续玩吗 留言说说吧 反正我是客不动了 在外服待着了 感谢观看